大家好 抱歉了 迟到了几分钟 今天要点的话题 忘了讲台词了 忘了讲不是 前面那几句话了 随时随地 详点就点 详细就详 今天先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 这个事情开始讲起 然后再讲一讲博明先生的 他做了一个视频用中文讲的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副顾问 还有一个讲一讲普京总统的一个建议 希望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起来开开会 这一句 因为大家现在闷得太久了 隔离太久 需要恢复这个会议 但是好像五大佬会议很少开会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摇一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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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摇一摇 摇一摇 孟金柱有没有进去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 摇一摇 昨晚是不是被中共国家安全系统控制 那么有新的消息 还有讲一讲 批斯堡大学医学院的医学研究人员 生物研究人员 听说他在研究武汉肺炎方面 即将有重大突破 然后突然被杀掉了 有了一些新的消息传来 也跟大家摇一摇 是不是真的有重大突破 他的被谋杀后面 是不是有政治的动机 很多人可能很喜欢听 好了 先开始讲起 讲到政治局这个机构 大家以前所能看到的会议 基本上都是政治局的会 政治局的会 很少有开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会 那么以前政治局常委这个机构 在毛泽东时代 在邓小平时代 严格意义上就是皇帝 两个皇帝的军机去 商量各种大事情 真正决策是皇帝 到了六四前后 邓小平就是喜欢玩桥爬 或者是享受人生 他是不太管工作细节 邓小平和毛泽东 在中共的体制里面 很受人特别追捧的一个原因 就是两个人都不出细节 真正细节的事情 都是由其他人来办 以前是中俄来 牵制中俄来的就是政治局 当然那个时候 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 也不怎么开会 需要的时候 开一个政治局科大会议 早上老毛自己喜欢的人 把另外一派人给灭掉 到了邓小平时代 他就是以所谓的几个元老 拔老治国 偶尔需要政治局开会的时候 他甚至开常委会的时候 他们老人也可以参加 或者说平时要叛杨尚坤 或者说博一波他们参加 到了江泽民时代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到了江泽民时代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基本上就是开始上老栋汇报 后来江泽民觉得 这个政治局会议算了 没什么好开的 因为一开又要把各自所管的一堂事情 要去了解一下 不如我管我的 你管你们的 所以到这一个方式呢 援引到了胡锦涛时代 但是胡锦涛时候造成的问题就是 和江泽民时候造成的问题是 各个常委做大 每个常委等于管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些所谓的常委腐败 今天创造一个是常委腐败 因为各自一个独立的王国 彼此是不干涉的 只有一种情况之下 我来捧一下场 你管的那一滩 要开会了 我们其他几个个门一起跟你来捧一下场 来捧一下场 比如说你管政协的 要开政协会了 来 其他几个常委一起来捧一捧 到了习近平时代 他走向更明显的个人集权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常委腐败和集体领导 这两种方式在高层内部都有议论 认为常委集体领导体制造成决策不集中 责任不集中 反而国资不承担责任 尤其是总书记在很多方面协调工作出现问题 很难以协调 集体领导 严格意想在高层基本上给否认 但是不好明说 所以 把政治局常委会议机制 基本上取消了 没有形态 更明显 基本上是组织一些学习 专模作样的东西 实际上真正的大事情还是交给每个月一次的政治局会议 另外一个就是 抱歉 另外一个就是从常委的机制来讲 抱歉 习近平还没有能够完全在常委里面控制所有的票数 所以他觉得受别人的牵制太多 所以常委会基本不开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之后 武汉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注意到了 常委会开的评例 好像比政治局会议还要多 一方面呢 政治局是25个人 其中有一些人不是在北京 对吧 有天津 有澄清 有上海 有广东 然后还有新疆 有五位 地方的政治局委员 每次都要专机接送 各个地方的疫情又很严重 那一段时间 习近平实际上自己都不住在中南海 他大部分的时间 住在玉琴山 我们知道中共最高领导人一出煞 有什么危险 他一般都不住在中南海 玉琴山是他主要居住的地方 因为那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境地 保安措施 空气流通 比中南海要好很多 那么开政治局常委会 我们就开始注意到了 频率越来越高 最近几个月以来 从商业的问题来看 不是大的宏观的问题 而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 比如说像昨天召开的 就是今天 他们今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 主要集中是讨论了湖北的问题 湖北虽然大的危机已经过去 但是还有很多隐犯 他们特别担心呢 就是说第二次爆发 所以政治局常委会 主要是对湖北的这一次疫情之后的变化 做一个评估的会议 当然这个会议还讨论了人事 讨论了人事调整 人事调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宣布 也许是明天 也许是后天 也许是过一段时间才能宣示出来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个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和国际压力 那么他在这个危机中间 他觉得呢 他个人单独地去集体领导集体部署 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害怕 实际上最近几个月来 他如今说是开政治局常委会 不如说呢 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集体领导体制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这个变动还要等待我们未来来评估 如果这次疫情过去了以后 疫情过去了以后 政治局常委会还是这么频繁地召开 再加上政治局会议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的分工 变化有什么不同 还是这两套体制开始变形 假如政治局常委变成一个常态化 那我们有理由去推论了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 恢复了集体领导 恢复了集体领导 因为政治局会议一个月再开一次 政治局常委再开一次 那等于是一个月有两次这种会 来做重大事情进行决策 那这个决策的权力 基本上就是一个会议的形式了 那习近平是不是担心问题实质太大 责任太大 自己承受不了 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释放自己的压力 我用了一个词叫杜小月 杜小月这个词我开始不动 因为叫台湾蛋子面 台湾蛋子面很好吃 但是每一次吃了以后 好像吃一个土豆一样的 吃不饱 那么我就专门跑到台中 杜小月的蛋子面去吃 我开始根本就没开这个招牌 只是看杜小月吧 以为是一个什么人开的一个小餐厅 那我去了以后 那当然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店 台湾就是走向精致化的道路 尤其是小餐厅 弄的不是像中国大陆那样豪华 但是基本上呢 有特别的品味 因为豪华吧 感觉就不一样 有品味感觉就不一样 那杜小月这个 这个蛋子面 最好符合这个 有品味这一个类别 每个人静静地 吃一个一小碗面 然后汤啊 面啊放到那个地方 都是特别的具有一种 农家传统 但是又非常干净 非常有品质的感觉 那我在这里吃的时候 我就突然在看杜小月 我就问了 我说杜小月是谁啊 是你们 这个店什么人呢 人家说我们是杜小月 我一看我傻了 原来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 贫困的日子 大家就讲了 我们现在顾小月 是一个困难时期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呢 挑一袋面条过来 担子面 就是一个担子挑起来 那个面呢 是一个小碗 因为是小月 所以现在大家要度小月 就是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等困难时期过去了以后再说 原来是台湾人呢 自切 那么在困难时期 有人送面条来 但是吃面条的时候 是一小碗 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的一个过度的产物啊 还是一个他 未来就这么恢复领导体制了 集体领导体制了 现在我只能跟大家说呢 我并没有特别的内幕 我只是感觉到 这个常文会开的有一点多 所以我才得出这么一个更新的事情 连接在一起 因为讲困难 那可以说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最困难的日子 是最近几十年来最困难的日子 而且有一些困难的程度 可以说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 有一些没那么严重 你像GDP这个事情 GDP这个事情 是最近这些年 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性的 量化的标准 按照GDP多少 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 全世界可以说 很少有这么一个大国 能够这么高的GDP的速度增长 所以GDP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 每年两会 其实其他都市 大家不是那么注意 你以为是真正去看 李小林和毛鲜如去献榜 不是的 真正人关心的人 严肃的人关心的是GDP 比例多高 比例机包 那么今年的GDP呢 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 这个很难确定了 很难确定 按照原来预计的标准 那肯定实现不了 肯定实现不了 而且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在等待着中国没有得面临的问题 就是 不是说全球产业链 突然从中国拆出来那么简单 而是说全球产业链本身的 这一次造成的混乱 会出现很多的调整 很多的产品 根本就销售不了 你销售出去 也用不出去 因为你去想一想 原来的物流如果在一个国家出现混乱 就会造成全球的混乱 现在是全球都混乱 要重新恢复全球的贸易链的正常状况 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中国在这样一个经济过程中间 它的外向型的 这样一种缺口的经济 对于它来讲 经济是有很大的 对它的一个依赖性 所以全球贸易链和全球生产链 对它的恢复 会延后相当一段时间都会反映出来 它不像理由那么简单 理由大家马上去 马上就有经济素质形成出来 这个素质可以说是 难看的不能再难看了 虽然大家到这个时候 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 就是公共卫生事件 但是对于中国崛起来讲 它不像别的国家 美国它只是在总统连任有影响 别的国家呢 相对来讲还没有这么大的利益压力 美国现在就是川普总统连任的压力 而对于习近平来讲 去年就已经很糟糕了 今天继续糟糕是双征打击 它跟美国不一样吗 美国由于公共卫生事件造成了经济的停止 而中国本来就停止了 再加上公共卫生事件 所以今天的GDP 定哪一个素质要叫人相信 你别定一个素质 大家根本不相信 那就是你统计局变动的一个素质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说定格1.8% 有人说还定低一点 有人说再高一点 要不是素质太难看了 至于之前有声估计的是 中国GDP要下降副百分之三十 那个当年还是对这个情况固于悲观估计了 因为没有想到 这个疫情还是这么迅速的中国消退 现在武汉这个事情 并没有扶植到其他的省份 如果武汉这个事情 扶植到其他的省份 在全国进行失控 那么你下降百分之三十 副百分之三十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中国人还是很幸运 习近平还是很幸运 这个情况没有严重的那种程度 但是整体的经济的悲剧 是加重的 所以现在这次两会 最终确定什么样的GDP 现在内部是争论不休 有一种意见说呢 干脆就不要写了 写也没用 写也没用 你现在的情况很难如果 因为你很难如果全世界哪些国家 会很糟糕 最终拖累大家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 谢谢谢谢 谢谢一喜 所以这个GDP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除了研究湖北的疫情 还有新成立了一个 人民银行成立了一个经营稳定局 最近几年中国玩经营这个系统 一个意义上还没有开始 为什么经营系统还没有开始呢 经营系统实际上还在一个黑箱中间 王岐三的势力也好 原来其他的各大家作势力也好 他们在经营系统的渗透之深 远远比其他的产业 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还要大 之前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上台一段时间很高兴地说 股票可以冲上一万点 他自己还那么去评估 当然我们不像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一讲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那个讲话只是一种传说 那么是不是后来大家有没有走到印证不知道 后来股票一漏下斜 一漏下斜以后 那么有人站在习近平这边 就估计出来呢 可能是 抱歉 抱歉 开锁的时候我还是要离开远一点 要不是大家听了以后很不舒服 这个嗓子是讲话太多了的原因 那么当时候就怀疑习近平他们搞政变 利用经营系统搞政变 所以当时候从公安部找了一个人叫孟 孟什么东西啊 就是叫 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从浙江掉上来的自己的亲信 孟清风嘛 是叫孟清风嘛 然后进去股票市场来插 为什么公安部进去股票市场 除了打击那些 炒足股票的这些一般的人以外 其实主要的一条是要插政治上的背景 要插有没有进行金融政变 其实插来插去 插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金融系统 这个里面的黑箱复杂的程度 根本不是公安部的这些人能够理解到的 所以后来也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金融系统是下一步或者最下一步 如果真正要反腐败 那是最难的一个系统 现在根本可能习近平想的不敢想 因为军队和地方中央机关查了一些贪官 查了一些所谓的贪官 现在要进入公安政法系统 公安政法系统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原来它是值得很严重 但等这个孙立军一交代 我相信习近平自己都已经吓晕了 怎么这么搞的 所以现在怎么查 查到什么程度 或者我等下在后面摇一摇再讲 对吧 对这个金融系统呢 现在只能采取一招 先稳定再说 问题查留在后面 那又查起来又是一个一个惊天答案 原来以为查了一下像中博这些人 那真的是人家只是抛出了一块骨头 要你去吃一下而已 金融系统的黑幕 那现在习近平都不敢宣开 另外问题是现在国际的压力 国际的压力在我们的海外 丢到头条啊 明镜新闻早啊 大新闻 我们讨论的是非常之多 非常之多 在海外吧更多的关心了 中国跟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 那在我看起来呢 就是这一次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停止 那么西方要完全抛弃中国去投高 那从现实的经济角度来讲是不现实 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 但是呢 国际社会对中国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从最开始同情你 灵敏你 说你是一个贫困的 罗号的 有一些传统的 不讲究人权的这么一个国家 从灵敏同情上升到西摩尼 哇 怎么回事啊 这个国家突然之间 以前那么穷的叮当响 现在突然之间变成有钱了 对吧 不是日本人了 以前美国的酒店里面 到底都是英文和日文 要赶紧现在改成中文 对吧 就是全世界走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都是中国人 而且很多国家 不管心里面多么不喜欢中国人的习惯 但是都喜欢你中国人来 因为你会投资 你会消费 对吧 总之你有钱 有钱就是为老大 这是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 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都是前老大 所以中国用钱的力量 可以说是改变了以前的国际政治的基础 以前国际政治军事 对吧 政治 然后有一些软的力量 比如说科技文化什么之类的 但是很少一个国家 是存在凭自己的经济力量 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认可 习近平走到哪个地方 可以欢声鲜花就到哪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你手里有支票 你手里有巨大的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自己就开始晕了头了 习近平享受了中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史以来的帝王将相 没有享受到的世界的风光 哪一个地方的领导人 那都是谦卑 献猥想你 就是想办法想着你要不能掏一点钱 这个对于西方人讲无所谓的 因为钱是一个最好的标准 对于很多西方人和全世界的人来讲 都是这么一个样子 但是当时我提出来 我认为习近平的这种全球战略 恰恰是把中国自己陷入到一个陷阱之中 不仅是这些国家 很多国家具有陷阱性 比如说一带一路 《点点今天事》的节目的观众 曾经听我讲过 国际社会关心的是 就是说某个国家欠了你中国的钱 让它99年都还不清 你在斯里兰卡或者其他国家建那么好的一个豪华的 比如说机场 或者是现代化的铁路 人家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认署的需求 怎么样来反对你这个债务呢 而且跟这些中国 在很多方面产生一些冲突 什么劳工问题 你也把中国带过来 你等于在我这里占一款地 搞一个殖民地 你自己人上人 我们当地打一个小工 你都看不起 但是这种冲突相对来讲 在现在看起来都是小事情 而是我当时讲到的一点是 这些国家对于 一方面对于你来讲 是个财务国 但是另一方面它远远还不清楚钱给你 你要这个财务 你自己能够拖得起几十年吗 而且有一些事情 你如果继续不去填钱 它的核动就越来越大 罗马帝国怎么崩溃的 很多的传统帝国的崩溃 并不是它真正的内部权力斗争 并不是它民众的反抗 往往就是因为你条条道路太多 对吧 调到道路通罗马 但是罗马也通到调到地方去啊 你的中央的力量 怎么能传递到各个地方 各个居豪国 你这个是 使你最终的自己的学校系统有问题 所以一带一路的问题 还只是中国的 对外发展的 援助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你其他很多的国家 不是一带一路的 无数的这种项目 无数铺开的这个贪资 都需要你去扔钱 包括什么孔子学院啊 大卫宣 完全是一个烂尾楼 现在在华盛顿DC的央视的办公楼 基本上是老外 就帮助美国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你说这个美国人啊 军责 责在什么地方呢 你到这里搞大外宣没问题 但是不要用你中国人 中国人也压到一点比例 而一般华人就觉得 哇 应该把他赶走 把他灭掉 搞大外宣你怎么都行了 其实那个大外宣骗谁啊 美国这样的一种多元社会 你以为在产能堂办一个华文报纸 就会有多大影响力啊 你以为办一个英文电视台 真的就是会对美国的思想 产生多大的影响啊 上费之上是小 糊涂的人他学什么东西都没用的 他还是糊涂 那么大外宣实际上呢 就是帮助美国人解决就业问题 现在CCTV 在华盛顿的办公楼里面的 大部分的人现在已经变成美国人了 中国人都打包走了 也就是说很搞笑 由北京的大外宣 驳出这个经费出来 然后养了一些美国佬 帮助川普总统解决就业问题 但是问题是 这些钱你还得继续付啊 除非你把它拆掉 包括孔子学院也是这样 你给钱给各个大学 也没什么用 其实就是一个女人学校 但是你得付钱啊 很多这种项目 你钱多的时候 你到处散 不是说给个五千万 几个亿你就了结了 你后面还有持续的 需要很多资金去耗田啊 当你没有钱了 你原来那种霸道 你有钱 大家还可以忍住你 你现在没有钱了 不能给钱了 很多人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 帮助贫困散去的孩子 去让他们读书 给了很多的钱 等到有一天呢 这个老板没有钱了 没有钱了 别人就找上门了 为什么不给钱 为什么不给 人家不是在同情你的 这种破产 或者是你身上的失败 人家是觉得你该给他的 你后面总终不给了